今天我們凌晨三點多 由新景農場的民宿出發 來到合歡山看日出 我們在三千多米海佩的山上 等多一個多小時 終於都可以看到日出了 合歡山的面積很大 它是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西面 整個山區包括了合歡煮風 和石門山等等這幾座 超過三千米以上的山峰 所以這裡的空氣真的很清新 要多吸幾口 在山上逗留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們就出發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裡了 因為這裡的海拔很高 所以這裡的水果和蔬菜都很好吃 司機推介我們在秋天的時候 一定要買高麗菜 你看這棵高麗菜多大棵 要在高山的地方才可以種到這麼大的 司機送了我們回去民宿之後 我們就馬上回到房間 再看一次最後的這個美景 接著我們就出發 去清景商場那裡逛逛 清景的Starbucks是全台灣最高的Starbucks 除了可以在這裡坐下 一路欣賞這個美景 一路喝咖啡之外 而且這裡的精品也挺漂亮的 因為我們去到的時候就來到中秋節 所以它推出了很多有趣的兔子產品 還有這個清景限定的馬克杯 還有這個清景限定的馬克杯 離開了清景之後 我們就向下一個目的地進發 接下來我們要去日月潭 就是這樣 這次我們住的是大羅閣飯店 為什麼會選這間?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 就是因為這個美景 大家如果上來要談租電的單車 這樣也可以選擇在水射碼頭商場的這個設置 這裡也有一個價錢 它又死光了 之前是有做Promotion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再看看 不過最後我們也是選擇了電單車 接著我們就出發去向山遊客中心 向山遊客中心是由日本建築師團紀宴所設計 它的設計意念是希望將整個建築融入原有的地景 所以這裡逛逛真的很舒服 這裡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打卡位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月潭 它還設計了一條通道 可以直到屋頂 用另一個角度來欣賞日月潭的風景 然後我們就出發去下一個地方 台灣鄉日月潭紅茶廠 在日治時期有很多來自日本的農業技師 來到日月潭附近中紅茶 而台灣鄉紅茶廠就是其中一間 它的門票還會包一杯紅茶和一隻茶葉蛋 它還有一個介紹紅茶製作的展館 還有很多有趣的打卡位 還有小食店 所以在這裡也可以玩幾個小時 難得有一輛電單車 所以我們就去附近選了一間地道的鱷仔煎 都蠻好吃的 然後我們去的地方 叫做狗蛙蝶醬 狗蛙蝶醬本身是水蛙頭自然步道 終點站的擺設 不過現在它就被人放進日月潭裡 還可以用來顯示當日日月潭水位的高度 台灣人很關心 青蛙仔到底有沒有濕到水 春雨不來 日月潭的水位下降了六七公尺 露出一大片干枯的泥灘 原本在水位以下的九蛙香蝶雕像 全都露出了水面 九隻青蛙的姿態表情各不一樣 相當活潑生動 難得一見 就在我們打算走下一條步道的時候 就開始行雷閃電了 所以我們就提早回到酒店了 今天的行程就到這裡 記得去看我們的酒店開箱片 請回到今天 組行的秘密 叫呂